鼓励长辈多走出家门活动 来自大雅的文雅乐乐队 仿效时下最流行的快闪活动 这天到高铁台中站大厅 上演一段夜来向舞蹈秀 社区理事长表示 这是长辈第一次跳舞 也是第一次快闪演出 练习一个月的时间 就带来如此精彩的表演 也吸引不少旅客驻足欣赏 让长辈脸上堆满笑容 爷爷奶奶穿上自己制作的表演服装 随着音乐跳起舞蹈 虽然动作有些深色 但第一次在大厅广众之下 进行快闪演出 他们可是一点也不紧张 兴奋又大方的展现舞异 其实我在长辈身上都看到 他们以往没有的笑容 因为这个其实让他们表现 这也是说提供一个舞台 那给长辈们在有生以来 我可以跳给社会大众看这样子 很欢喜 很欢喜 我们准备一个月了 你这样跳舞后有什么感想法呢 欢喜啊 轻松啊 人就轻松就欢喜 成立三年多的文雅关怀照顾据点 为了让长辈用舞蹈延缓老化 特别成立文雅乐乐队舞蹈班 为了这一次的快闪演出 长辈每天都很认真在练习 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有不错的成果 轻快活泼的舞蹈演出 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欣赏 也让长辈相当有成就感 这两三年了 我们表演这是年轻松就一个月了 大家就这样 想运动也很好 很欢迎 吃胸粉 感觉很快乐 对啊 对啊 你这样表演会很丁重的 不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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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啦 自然自然啦 是啦 很高兴啊 想怎么说 哦 那很机会很久咧 我吃这一年火 不要来吃这个表演 很高興 想大家 大家在看 很舒服 理事長表示 這一次是長輩在大廳表演的初體驗 也是第一次踏上高鐵站的大廳 興奮之情多過於緊張 也讓熄來人往的車站大廳 充滿活潑的氛圍